我正要開始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那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就是老天爺感覺好像被判了一個死刑說 你就是得了乳癌這樣子 我們幾個女生想說用我們自己的力量 然後來成立一個我們心中想要的早聊中心 那就幾個女生 那譬如把自房錢拿出來啊 每個人湊一湊 我們那時候想得很簡單 想到說湊兩百萬應該夠 後來發現說我們兩百萬是絕對不夠 光是所有的裝潢的部分就要花四百多萬 那我先生也很幫忙 他就是把頭期款撥了一些給我們 讓我們把那個不足的那個錢把它補上了 做那個乳房超音波 醫生就一直問說你先生有沒有跟你來 然後我就知道不太妙了 那時候他的感覺就是百分之八九十是乳癌 我能不能有小孩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小孩的人 我也是因為喜歡小孩才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很難想像就是 我這麼喜歡小孩的人 如果沒有辦法有小孩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失落跟悲傷 然後有一個醫生就講說 小孩有這麼重要嗎 那個當下我就眼淚就掉下來 就是真的很重要 開刀完之後做六次化療 然後還要再吃兩年的藥 因為那個過程其實是很 就是很漫長的跟傷 就是我在照顧別人的孩子 可是 我自己是沒有的 可以進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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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第一屆畢業孩子到現在已經十三年 十三年前的孩子現在已經進到國高中階段 像阿登這樣子 他是我們第一屆的畢業生 他畢業之後去哪裡是我們很擔心的 現在會發現說 我們把早療做好了其實不太夠 我們只是把他基本的能力奠立起來 他長大之後到高中畢業之後 他就沒地方去了 我們的孩子的能力是不盡則退 如果你沒有繼續給他刺激 他在家裡很可能就是語言就沒有了 我們現在很擔心他的退化之後 是我們救不回來的 他可能就提前到老化 那怎麼去翻轉這個過程 我們就希望能夠蓋寶貝家人這個部分 能夠再把畢業的孩子是能夠再收進來 我們希望能夠未來裡面提供他工作 跟訓練他培養他的工作技能 我們希望孩子是有功能的在他的家庭裡面去生活 而不是說就是在家裡等著被養 從幼稚園就在寶貝畢業的嘛 你這樣比較放心 因為自己的老師很用心 來的時候還不會自己吃飯 後來沒多久了他會自己吃飯這樣子 是很擔心他在家裡久了有嗎 會退步這樣 希望有嗎寶貝趕快那個什麼把他送進去 很溫暖的很暖心的一個人 八年半來就是看到主任很用心 把這些早寶的孩子再帶到長大 把他們照顧到長大 阿登阿登媽這個未來是寶貝家園的大門口 大門口的這一排呢 未來會是便利商店 我們二樓的話是親子餐廳 那像二樓的另外一邊會是烘焙教室 來 這是什麼熱情的嗎 我們要坐在那邊 我們要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幫我 阿登喜歡嗎 喜歡 快蓋好了快蓋好了 再給主任忙了一點時間 好 聖誓 聖誓 聖誓誓